不要Q我啊 虽然我以前很喜欢打游戏 但自从我打了职业以后 我觉得太难了 本来就是啊 哪有那么好的事 又能玩 又能轻轻松松把钱赚了 职业选手背后的苦痛和压力 很多人是看不到的 所以才会出现有那么多父母 不理解自己孩子打电镜的情况 姐妹 你成长了 那当然 你以为我只是一个 会潜规则队员的老板吗 而且啊 自从我把战队买下来 我就一直有一个想法 我一定要为战队做点什么 于是我现在有了一个 特别伟大的想法 你 不会是想把ZGDX也买下来吧 然后一桶垫进去 我没有诚哥那么有钱 我是打算 给你和艾佳举办一个嘉年华 嘉年华 我们去干吗 我们去干吗 隔壁战队举行的活动我们也要去 因为那是我和艾佳的母校 所以我必须要去 这 不太好吧 最近我们赛程安排得这么慢 上一次活动我跟诚哥说他都没答应 这一次肯定也 好 好 嘉年华 小姐姐 你母校的食堂优秀吗 吃货 大学嘉年华 表演吗 二货 这是一个展现电竞魅力和生态的舞台 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的 每天熬夜训练 熬的不是黑眼圈 就是皮肤干燥又粗糙 哪来的魅力啊 童谣 童谣 你最近皮肤状态也不太行啊 我用了一个小水库的补水面膜 补水效果超级好 你要不也试试 来 你晚上回去自己试一下 好 我回去试试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以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 去面对大家 今天呢很荣幸的邀请到了两支知名的电竞战队 ZGDX和YQCB的两名现役队员来到了今天我们的活动现场 那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YQCB的经理人陈金阳师姐 师姐 师哥 艾佳 师姐 童谣入场 好的 请入座 好 现在是我们的互动时间 有哪位同学想向师哥师姐提问的 可以举手示意啊 好 这位女同学 师姐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童谣师姐 你喜欢上打游戏 是因为游戏本身呢 还是因为你当时的男朋友啊 带我进入游戏世界的的确是她 不过把电子竞技当做职业和梦想的 是我自己 所以一段感情里如果一个人喜欢打游戏 但是另外一个人却讨厌打游戏 那是不是就说明他们注定不能在一起了呢 这个问题就由我来回答吧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不会存在两个完全一模一样的人 特别是情侣之间 就像我和艾佳 一个呢是有望冲进总决赛的职业选手 另一个呢是只会买皮肤 连开局都不知道该买什么装备的三次元少女 我真的不热爱打游戏 我跟很多女孩都一样 我不明白坐在电脑面前几个小时 就那么几个键来回敲击的乐趣 当然 我的事情爱家也不懂